今天驾驶下来非常的满意 应该是会进入我们年终的恒评榜单的 如果说我给他划个价就划到12万 我觉得就是12万我觉得最值得购买的插电轿车 没有质疑 注意用词 没有质疑 大家好我是星巴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传统的试驾路线 在梅湖水湖为大家带来的是 大家期待已久的荣威的第7DMH的动态试驾 那这辆车我觉得大家都等了很久 那我们把试驾车能借出来 能让我们来走我们标准的试驾路线 费了很多功夫 不过我们还是自己出来了 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快乐的 能驾驶荣威D7 能在我们标准路线上面来感受一下动态 而不是单纯的作为Sys店的标准路线走一圈 那我觉得我能试到更多东西 能跟大家聊更多 畅所欲言吧 我们首先聊一下我们之前没有聊到的部分 其实我现在在Sys店里面有看到 它其实D7的插电版本跟纯电版本 其实外观上面是有区别的 那我觉得它的插电版本的外观 其实是我更加喜欢一点 但是有几个细节 从前连以外 这个门把手也不一样 如果是纯电版本 它这个是一个内息的门 就隐藏门把手 但是在普通版本是普通的门把手 有部分喜欢隐藏式的 有部分喜欢这种外路式的 那我觉得其实星光那个扮隐藏式的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最优选吧 我是这么喜欢 我最喜欢那个星光那个 但这个应该你也会喜欢 然后第二个整体上荣威D7 我觉得外观上面 包括流线型上面 造型其实跟他们的自己家亲兄弟 比如说像F7 我觉得还是非常像的 整个尺寸 整个轴距 包括流线型 我觉得都是比较像的 其实我觉得D7 我今天把这辆车开出来 包括我停在那边 我觉得整体的外观设计 还是比较好看的 就是因为F7那个底子做得很好 包括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开了差不多一两小时了吧 我觉得整体上D7的动态感受还是非常值得一聊的 比我预期的好不少 真的好不少 我觉得它现在这个价格 现在我们试驾的版本上顶配 但是它基本上动态上面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包括轮辜 轮胎都是一样 底盘结构都是前脉不逊 后多链杆 无论盖板还是顶配 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配置的区别 而且我刚刚在展厅里面看到它最低配 我们应该会再做一期它最低配的实车展示 那我们今天动态就给大家带来荣威D7DMH的试驾 现在我们走吧 OK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荣威D7的动态试驾 那我们对吧 今天非常非常冷了 多见谅 穿得跟个馒头一样 然后整体上我们刚刚在城区里面开 包括现在来山里面 我们先聊一下它城市驾驶感受吧 我觉得这个车城市驾驶感受 还是有明显的感觉的提升的 我可以这么说 这个级别的所有插件车型轿车 我应该都开过 没有的话记得给我 对吧 弹幕打出来 或者说你们想看哪些 我还没有测过的 可以给我留个言 那我试过这么多 我觉得荣威D7在城市里面的舒适的代步 我们刚刚是用的ECO模式 我觉得在城里面开就非常的舒服 包括一些减速带 我觉得无论是小的减速带 那种很细碎 它能过得非常的干净 我觉得整体上你如果是 我只是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开过星光 或者开过琴DMI 你再来开D7 你明显能感觉到 它这个底盘是明显要比那两个 做得更加的优秀的 我挺认真的 比我试过我星光还要再优秀 当然星光相比于琴 那我觉得已经是巨大提升了 但是它比我觉得星光 还是要更上一层的 这底盘质感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就是纯舒服的角度 它的调教会比 我觉得星光更加的柔和一点 我挺认真 星光其实调教的某些时候 你还会觉得比较运动化的 你真正的 我们在星光开的比较激烈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它的底盘是非常有韧性的 包括支撑性 它这个相对调的比较转 所以你在过一些烂路 包括减速带的时候 包括什么城区 最近我们仔细也在修地铁 什么有坑坑洼洼的 刚刚我们也过了一段 乡正路面 就是路面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它处理的就非常的干净 而且这个车我觉得 还有一点会让你有高级感的是什么 是因为整个车的NVH我觉得在同级别里面 至少现在我觉得如果按照10万9800的价格的级别来说 应该就是最好的之一 我们对吧 不能违反广告发法 我们也不是广告嘛 我们也不是商单 对吧 所以我觉得是最好的之一 一点问题都没有 应该就是最好的 没有人比它现在这个价格里面做的更好的 这点我还是觉得其实是整体的上汽这个底盘 我觉得放在这个级别上面完全是降维打击 我非常认真 我觉得比它好的 就我纯粹从NVH角度来讲 我觉得比它好的可能就是海豹DMI 我觉得它的NVH肯定要更好一点 相对来说 我觉得海豹DMI其实很多人不谈 但是海豹DMI其实是它的NVH说的挺好的 对于汉来说 这个很多人不认 我非常建议大家去试一下海豹DMI跟比阿迪的汉的NVH 我觉得是海豹DMI做的更好的 当然只是我一家之言 OK 聊完这两个 然后再来聊一下 我觉得浅浅的不足的是 其实这个车的 我觉得刚刚我在驾驶过程中 我觉得非常非常讨厌的是什么呢 是它的这个车机 OK我们来展示一下它的车机 这个车机其实双联屏没什么毛病 但这个车机本质上还是斑蛮的一套 好的地方在于它原生的APP挺多 而且做的特别像苹果 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生态应用里面有B站 都是有的 B站爱奇艺这些都有的 但是它就没有更多的可扩展性了 这是比较关键的 我觉得这套东西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这个可扩展性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星光那套比这个好很多呢 是因为星光那套大屏幕是跟我们云朵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未来OTA会有很多功能的东西 然后它就是个大屏 4比3的16比9的也好 这种大屏它就是你看一些流媒体的内容 你相信我 你如果是买的是现在的车型 你可能原来开传统的油车 你不会特别在意你开了这些新车 你又可以用电 你就会在中午的时候 或者说休息的时候 你就是会去看它的这块屏幕的 你放心 它会让你的生活 你的车有更多的用处 这是可能它现在我觉得最大的短板之一吧 所以也就这一点了 我觉得狭不掩瑜 狭不掩瑜 OK就是这样子 整体上的智能化方面包括运动 就实际上它有很多地方 我都觉得做的特别的好 打个比方 这个车的所有的摁件 包括空调的摁件 面板都是实体摁件 我觉得摁的时候 包括你在调节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快 刚刚今天天气很热 所以我马上起雾了 我刚刚直接就开了 不需要在它的车机面板里面去找 你也不用语音 你也不用记得它的AI叫什么名字 你直接可以调节 我觉得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 就我们可以两方面说 一方面说它车机做的烂 第二方面说 它改善了它车机烂的梗吧 至少斑马系统 原来从明觉 明觉4的时候 当时拍节目也是这套 现在还是这套 我觉得现在2023年了 不能说它功能性上面差 你说跟明觉4那个比 我觉得强太多了 但是它至少还有个B站 功能性也很多 导航什么也都有 你想要的功能它都是有的 但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封闭的系统 你实时求是讲 现在2023年了 大家都是开放式的 可以自己装APP 可以用大屏幕 那我觉得 你跟同行去比 我觉得星光那套 跟我云朵同套的那套车机系统 明显实力要更棒的 拓展性方面 包括后期OTA都要更强的 而且大屏幕 这个大家很多人不认可 但是我一定告诉你 大屏包括4比3的16比9的也可以 大屏一定比小屏连屏是要更加的方便的 这个是必然的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是因为我刚才 我刚才想调节它的 从Eco调的Sport 我找了半天 那当然如果说你是车主 你可能不需要找半天 就立马就找到了 但是我去试驾 我还是来来回回 它车机里面倒腾了半天 它并没有说模式的外置的选择 你还是要去里面调 那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你纯粹驾驶方面 它的方向盘上的多功能按键 就也是实体的上下拨的 这点我也觉得特别的好 所以你看这家车 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它屏幕车机 那喜欢的地方它实体按键 你看又能弥补它的车机的不足 它所有的按键都是上下拨的模式 那如果说你是车主 你会立马可以忙操 可以操作都没有问题 对你驾驶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回来来聊到它动态驾驶 那我们现在正在我们传统的试驾路线 就是大三这一段的三路 那整体上我觉得这个车因为 其实它起点太高了 这个车的起点是跟F7是同一个跌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当然F7的底盘要更加 更加更加更加 那你是你也能试出来的 因为我们F7 其实上次非凡给我们开了一周吧 一周还是一周多一点嘛 十来天 那我觉得F7我还是非常了解的 那F7那个底盘确实是好 我觉得F7就是L7的 便宜平T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 把想成F7的便宜平T 平T了两次 所以看你放在什么样的价位 我看到有些媒体老师说 它能跟汉 能跟海豹DMI去直接抗衡 我觉得跟海豹DMI动态上面 我觉得有来有回没毛病 但是比这个价位的 比如说12万级别的 那我觉得是要好的 这可感知的是好的 而且指向性也好 虽然这个翻弯盘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两幅式的翻弯盘 但是实际上 它的两幅式翻弯盘的转向手感 包括我非常认真 它这个皮的质感 它那个翻弯盘的皮 它是两层次的 是我比较喜欢的 就内外是不一样 外面是打孔皮 里面是传统的皮革 它的握感也非常舒服 转向的那个回震的力举 就是你在给油的时候 你打方向 你只要给油 它方向会自动回震的 这个力举的感受 也是非常舒服的 就是我觉得非常像 传统的你去开 原来20多万的 合资品牌的轿车 我觉得是比较像的 这点我觉得跟荣威 原来已经做了这么多年车的 功底是有关系的 本质上 本质上 我再说一个 有些人会拿情连埋来跟它说 那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level的 按在地上打爆 我非常认真 跟星光呢 我觉得两个车 其实是有举样区别 这个会让绝大部分人 觉得它更加高级 那我觉得它更加高级的原因是 我觉得星光那个 虽然虽然虽然它定位也是假用 但星光那个其实也是 稍微有点想做运动性的 你看它的悬挂形式 包括前面后面 前面都是三通道的 你就知道了 它们有想做运动性的 就是武林第一次做这类型的车 它会想要做运动性 但是这个第七就是往舒适性方面去调教的 质感好 往舒适性调教 我觉得是符合绝大部分消费者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驾驶的 我非常认识 你喜欢驾驶 然后喜欢舒适的 那我觉得它的推荐度确实很香 一想到这个车才卖十万九千八 我就觉得好香 听证真的 你以前 就是这个车如果放在 我再说一个 这个车如果放在两年前吧 我觉得卖个二十 就是真的可以卖二十 我已经玩了两年前 然后还有一个是 整个车在你在驾驶的过程中 我觉得它跟传统的 比如说十万出头的车的 这点你是驾驶的时候 你是也能感受到的 就是这个车啊 更加的豪华 包括它的翻毛皮的用料 还是皮革的用料 你都感觉你不是在开这个级别的车 你会感觉它更像更高一个级别的 十五万往上的级别的车 你能摸到的地方 你能看到的地方 你在驾驶过程中 余光瞄到的地方 都是皮革的 都是翻毛皮的 就是我们说几匹 就你在这个车 这个车 更贵 这种感觉是跟它底盘相辅相成 今天驾驶下来 非常的满意 应该是会进入我们年中的 恒评榜单的 如果说我给它划个价 就划到十二万 我觉得就是十二万 我觉得最值得购买的 插电轿车 没有质疑 注意用词 没有质疑 我非常的认真 然后讲完这一期 再来聊一下这个车的座椅 这座座椅不知道是因为冬天 我穿的多了还是怎么回事 整体座椅的柔软程度 包括包裹感都做得比较好 但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就是它的腿部的承托 我两个脚 你可以去试试店自己感受一下 它两个脚的腿部的承托 并没有托到位置 我的两个脚是有一点点的悬控的 就是脚的膝盖下面 是有点悬控的 这点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你正常在驾驶 比如说你想要驾驶的时候 感知不明显 但是我们刚刚过来 我一路都是在感受底盘 你就会发现 我的腿部是有点悬控的 这点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点我要重点夸一个车 就是他们家的亲戚 F7 那个巴赫座椅是真的 就巴赫座椅是真的牛 是真的舒服 巴赫座椅应该是这个级别 20万元级别 我觉得做最牛的 没有质疑 比较说20万 我觉得30万都不一定有对手 那这个会稍微差一点 然后我们最后再聊一下它的加速性 这个车加速性 整体上的动力储备 包括整体上的动力需求 基本上我觉得插电车型 到了用电的以后 大家会明显感觉到 你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原来中级别车 你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小马拉大车 1.4T的原来的麦腾 你觉得动力好像不够用 这车我是不是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 包括地基 包括星光 你都是觉得它的动力是异出的 因为你都是七点几秒 八点几秒的车 你在这么大尺寸上面 它是超过你一般的驾驶人的动力需求的 我挺认真的 所以动力上面你不用担心 但是这个油门呢 我想说一下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开的 ECO模式开的多了以后 还是怎么回事 它的油门的响应 没有他们家亲戚 我现在对比的都是F7 我觉得比F7没有那么的线性 它就有一点说 你给油以后会有一点点的延迟 大概零点几秒这种延迟 然后延迟过后 它的动力是一下子给到你的 一下子一脚油门 它电阶的处理会给到你 我不知道是因为ECO模式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是运动模式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有一点稍微短了一点 大概是这种感受吧 但是总体上你如果是正常代步 没有问题 所有的这种延迟 你比起我原来的涡轮延迟 原来的自然吸气 那个启能 那快太多了 那我觉得线性的多 没什么好说的 我对比的都是F7啊 包括我之前开过星光 这些是对比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的刹车脚感啊 那我觉得整个刹车制动力 我们并没有说 有刹车踩的特别的深 或者说那种紧急自动去试它 其实没有 但是你如果是我们这样在跑三路 我自然去踩这个刹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整体的调校是偏向于前半段 做非常线性 后半段大概60% 后面40%它的制动力是一下子咬合的 就是咬合力前面 哎 10% 你就舒舒服服的 我估计它那个调校是 部分人会觉得这些新能源的车啊 就是会让人家 说风停脚 会比较容易晕车 它把故意调的非常线性 然后那个力一点点出来 就是让你熟悉它的刹车脚感 还有一个是这个能量回收啊 这个能量回收 我刚刚一直在用轻啊 我觉得这个车是少有的 我觉得它的轻跟重区别还挺明显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应该开轻 它重稍稍的稍稍的力量大了一点 轻就很舒服 非常像传统的油车 那个墙呢 我觉得比较像纯电车 那个墙的那个制动力了 那轻就够了 而且日常驾驶中 你用轻的话 如果说你驾驶水平好的话 其实可以更省电嘛 对吧 我们还在山里面 我觉得最后还要补充一下 我们刚刚有聊到很长篇幅的NVH 包括它底盘质感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山里面 开这个车 它有一点是跟传统的 我们说的 我试过的 比如说像老一点的 老一点的 我觉得这一点星光也做得很好 这点我也要夸一下 那个星光的电机的那个电流声 就是 座比较少 我觉得一直很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说个不是很好的吧 就是算了 还是不提了 就是有些品牌 有些品牌 它电机声音 是能够传递到车内的 这个车 基本上是没有那个电机的 就是你在减速的时候 或者你在大脚油门的时候 它的电机声音 我觉得是基本上不可见 基本上不可见 我全程开下来 我觉得 我特意在感受到那东西 我觉得 它这个 做的就非常好 你就不会有那种 我在开电车 就是 原来你会有一种 在电机声音 一直伴随着你 有点像发动机声音 那种感受 它就没有 非常像电车 然后发动机 刚刚聊了一下 我们现在全程了 全程 这个车应该是 这个级别里面 我觉得发动机声音 最小的车 应该没有质疑 我们全程都是亏地在跑 它发动机 基本上在车内 你是感知不到的 在车外能感知到 在车内 感知不到 非常非常轻微 还是这个车 原本来的基础 做得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车 在这个价位里面 降维达机没有毛病 降维达机没有毛病 这也是我们 开荣威地区的 我觉得最大感受 你全程开下来 包括城市里面 包括我们山里面在跑 我觉得对于 整个级别来说 它这次的降价 真的是 太绝了 它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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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荣威地区的短板 我们现在可以聊一下 无所谓 我觉得荣威地区的最大短板 其实是荣威这个品牌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荣威 我们在北上广 北上广 包括我们在正江地区 其实还蛮多的 很多跑滴滴的 什么大家都知道 包括以前老的 RX5的SUV 其实也蛮多的 但是在一些其他地方 荣威的发展 就没有那么的好 电没有那么的多 包括包括 我觉得整个上级集团里面 倾斜给荣威的资源 也没有那么多 这次他能做出 这么高性价比的车型 就是因为这个底盘原来是L7用的 F7用了 他们直接拿过来用了 就捡个大便宜 不愧是有个好跌 就是这种感受 整个荣威 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之前直接说购买推荐吧 就直接聊一下 就我觉得如果说你们当地有荣威的店 你能试到这辆车 我建议你去试一下 我也建议你 非常建议购买 如果我今天试驾完 我们可能 看有没有机会做一个购买横评吧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如果说你买它的盖板 你不在乎气囊的问题 就是我现在特别在乎气囊 我很明确告诉你 我觉得这个车 我最推荐的就是10万 10万9800那个 只有两个气囊的版本 我觉得性价比贼高 因为所有底盘硬件都没有变过 包括LED大灯 所有的这些配置 基础的你需要有的都有了 在贵的那个版本 多了一个气囊 多了一个透明底盘 包括一些其他的配置 我都觉得 没有那个前来向 我挺认真的 这个级别 荣威这个车的 第七的最低配 我觉得是可以给到9.5分 我非常认真 给个9.5分没有问题 你买的是 至少一年内 你都不会觉得 你买亏了这种感受 也是我们荣威第一期 动态试驾的总结部分 这次会比我们正常总结要多一点 因为这个车我真的很喜欢 也是 我觉得 最后再聊一下 就是有个爹真好 就是有个好爹真好 我说完了 我说行吧 如果觉得话讲得不错 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这都会对我们有特别大帮助 我行吧 如果观众老爷喜欢我们这个作品 欢迎点赞收藏 这都对我们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观众老爷的观看 我不是星巴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